近年空氣質素越來越差 大量細菌、病毒、致敏原 微細的原浮粒子、甲醛等等 利慢同停留在空氣裏面 再加上疫情肆虐 為了自己及家人的健康著想 不少人都肯花多少錢 買一部淨化能力更加好的空氣清新機 而今次同大家介紹Airgo推出的空氣淨化機 它獲得很多國際認可 雷網封裝符合美國疾控中心的建議規格 在醫院、學校、office等空間比較大 人流比較多的地方都會見到Airgo產品 放在家用的話 淨化效果又多厲害呢? 今次就同大家試試 他們所推出的空氣淨化機 是不少政府、醫院、商業機構都有使用 是屬於高規格的醫療級產品 而因為疫情 不少人都有意入手Airgo的空氣淨化機 今次我們試用的AG600 可以說是其中一款 幾受consumer市場歡迎的型號 Airgo AG600用了銀白色、磨砂類金屬的材質機殼 我們看官方資料 兩部機連輪的體積只有390x380x520mm 重量大約16kg 看實物都不算很大步 造工和買相都蠻精緻 而同其他空氣清新機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AG600一律採用高壓全密封設計 確保所有由機身送出的空氣都經過過濾的處理 而密封機身另一個好處 就是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都不怕機身的垃圍積存污染物 就避免出現二次污染 另外立方體的機身外形在擺位上都不算很壓榨 底部有4個輪 可以輕鬆推到家裏不同的位置 我們再看機身的detail位 右邊就是監測空氣質素的感應器 背蓋一按就可以打開 見到裏面有兩塊幾厚的濾網 分別是高達1.6kg的活性碳濾網及HIPAA濾網 前者可以吸取甲醛、二氧化氮、煙味、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這些有害氣體 而HIPAA濾網更加是去到H14的醫療級數 可以過濾高達99.999% 細至0.003微米的有害微粒 PM2.5、細菌、病毒、煤菌和致敏原等等 值得一提Aergo的所有濾網 都是符合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的建議 就是醫療機構應使用金屬封裝HIPAA濾網 究竟這個規格有何特別呢 雖然鋁合金封裝的濾網成本比較高 但這樣才可以倒絕二次污染 相比其他品牌用的紙製、木製或發泡膠製的物料 用金屬封裝濾網就可以有效防止煤菌和細菌滋生 長期保持最清潔的空氣輸出 再望進去就見到有風扇及美國專利的 Titanium Pro光燭煤UV殺菌組件 屬於超強的殺菌消毒效能UVC 功率還去到Support 表面有納米級二氧化態 在UV燈照射下產生的PCO光吹化氧化 這個技術通過了美國FDA認可 可以殺滅99.9999%的細菌同時 亦可以有效消除空氣入面有毒有害的氣體 分解甲醛、除抽、淨化空氣等等這些功能 不會影響人體的安全 所以長時間開著都沒問題 講起認證 Airgo AG600在美國FDA註冊醫療設備 獲得美國不同的認證 包括ARB0抽氧安全、能源之星、ETL電子安全等等 另外它的CADR潔淨空氣量 亦通過國際權威測試機構 美國家用電器製造商AHAM的認證 當中在火粒物及甲醛的累積淨化量 更加是去到P4及F4的最高規格 而在淨化空間面積 以每30分鐘換一次氣 最高就可以去到740平方尺 至於操作方面 這部機都蠻簡單直接 機面上有個螢幕 可以看到即時空氣質素 預計濾網壽命 更換提示、風速等不同的資訊 而按鍵就有Auto、Reset、Timer三個鍵 以及可以調校1至5級風速轉盤 跟機還有一個遙控 鍵都蠻清晰分明 另外還設有手機專用APP 用Wi-Fi配對連接之後 就可以用手機遙控操作 還可以看即時空氣質素 操作都幾方便就手 而值得一提的是 Airgo空氣淨化機 擁有專利摩打技術 開到最大的5級風力都不會好吵 而低速模式運作更加只有33分倍 比起風扇更加細聲 講了那麼多Airgo AG600的外型、操作和功能之後 實際淨化效能又是怎樣呢 一於即嘗試一下 我們借助一部監測室內空氣質素的熱器 看看AG600除煙霧和過濾PM2.5和PM0.3的表現 在一間大約100呎的房間內 我們先放Visco煙霧 很清楚看到房間內是煙霧離慢 而耳機所顯示的數字 PM2.5有999 其實已經爆錶了 而PM0.3就有3046564 然後開著淨化機 1分15秒之後 房間已經沒有煙 PM2.5只有33的Excellent水平 PM0.3就有76599 比起原線足足少了97.5% 由此可見 AG600的空氣淨化表現的確是很有效率 最後講到保養和售後服務 買AG600空氣淨化機 完成網上保養登記之後 Airgo都會提供3年的基建保收 5年的上門基建檢查 如果用家另外購買濾網的話 都會包5年的上門更換濾網服務 使用完Airgo AG600之後 我認為這部醫療級的空氣淨化機 從機身造工 濾網 操控 以至運作 每一個部份都做到好精密 而在空氣淨化測試上面 都見到它高效能的表現 給到用家安全感 難怪不少大機構 甚至是美國太空總署 沙特阿拉伯皇室 全球多間醫院 和國際企業都指定選用Airgo空氣淨化機 大家又會選擇空氣清新機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我們很快又會有新片跟大家見面 所以記得Subscribe我們Price 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那就不會忘記到新片了